現在香港的中風服務是很官僚 在失血管就腦內科出血就腦外科 其實不需要這樣做 一位專科醫生 他又能夠給藥 能夠用到黃金三個小時至四個半小時的溶血藥 又能夠開刀去拿乳血爆血管 又能夠如果他真是失血管的 能夠做到內血管治療去做腦血管通胞 通胞仔的手續已經夠 我們醫管局醫生、公營醫生和私營醫生 都跟白車ambulance service 是under是釋防處管轄的 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部門 我們跟他爭論了幾十年 你可不可以叫救護員 如果病人真的很明顯有腦部創傷 頭癌痛或是有腦部問題 瞳孔放大、手腳不能動 很明顯的腦科問題 你直接把這些病人送去近的 有腦外科的醫院呢? 拚了很多年,他們都不肯做 他們說我們救護員,我們是Layman,他們說他是Layman,他們不懂得分哪些是心臟病,哪些是腦病